第1774集 与真子目光一宁 下定决心不论如何都要说服夜晨 正准备开口之时 神级宗的山门外突然传来一声爆响 整座神山都摇晃了起来 无数弟子的惊呼声此起彼伏 众人对视一眼 都是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震惊之色 他们知道有人将神级宗的护山大阵击穿了 要知道 这次图兰心参加了神国大会回来以后 便交换了不少各大神国的珍稀材料 其中很多都是用来加固神级宗的护山大阵了 现在若是没有极其恐怖的力量 是根本无法动摇这座大阵的 甚至连一般混沌镜四五层天的舞者都很难做到 可刚才对方分明只出手了一次啊 就将整个大阵击穿了 不等众人做出反应 一道身影便走入了这大殿之中 大摇大摆的面上带着随意的笑容 竟是一副肆无忌惮的模样 此人赫然正是阵龙殿店主白玉皇的弟子 故身体天才赵谷 玉真子沉声喝道 你是谁 胆敢如此放肆 闪闯我神级宗 不过他的眼中却是震撼 眼前这个相貌鹦鹉身材颇为高大 肤色微黑的青年竟是一名刚跨入混沌的存在 这才几岁 对方眼眸之中隐线绿芒 显然是一名古身体天才 这时 托兰心身形一闪 眉眸之中一片冰冷地挡在了赵谷的身前 气息微微散发 赵谷瞳孔一缩 面色微变地停住了脚步 眼眸之中浮现震撼之色 眼前这名冷艳女子 竟是一名混沌镜中后期的存在 以自己的修为 加上上古神体权力爆发之下也无法对敌啊 若是真的动起手来 自己很可能不是这女子的对手 当即他脚步一顿微笑道 诸位息怒息怒 在下乃是镇龙殿殿主弟子 此次前来吗 他话音一落 看着殿内诸人听到镇龙殿三个字之后变化的神色 不由的面线得意之色道 此次前来是替家师给神机宗的叶辰叶公子提个醒而已 叶辰面无表情地看着赵谷开口道 我就是 提醒什么 你就是叶辰 赵谷看向叶辰 见他只不过是一名斩恶舞者 眼中闪过浓浓的笑意 难怪 这几个月叶辰销声匿迹了 就这点实力 在现在的神国算得了什么 曾经的第一妖孽 已经什么也不是了 枉费师尊 还要为这种废物费心 与他生死战 不过他还是手一挥 将一枚红色帖子扔向叶辰 叶辰切过那红色帖子 目光微闪 帖子之上写着一个硕大的站字 赵谷冷冷地开口道 加师镇龙殿店店主 白玉皇 约你二十日之后 共赴万神之巅 一决生死 这是战铁 同时也是一封灵器 如果你答应 就在灵器之上 留下自己的神魂印记 对了 你不会忘了 你曾经在神光仪式提出的 半年之约吧 当然 你现在拒绝也是可以的 毕竟你和加师的差距 宛如天欠 赵谷的面上浮现出一丝玩味之色 很好奇 叶臣会如何回答呢 要知道这张灵器极为高等 签了灵器之后 即使是混沌境强者违背约定 即使不死 也会受到非常巨大的影响 而大殿之内 玉真子等人文言 则是面线震怂 焦急 不敢置信之色 这白玉皇刚刚进阶 就迫不及待地与叶臣生死战吗 他修炼了多少年 叶臣修炼了多少年 还是在万神之巅的生死战 无耻 太无耻 众人看向叶臣 只见叶臣神色淡淡 看着手中的战帖 似乎没有想拒绝的意思 这是怎么回事 叶臣 不会是真的想要应战吧 众人眼眸颤抖 想到了叶臣的骄傲 都是心中一尘 以叶臣的性格 还真有可能接受着生死战 毕竟是他率先提出的 就连一向冰冷的图兰心 此时都是无法镇定 大长老更是直接一闪 出现在叶臣身前 无比急躁地喝道 叶臣 拒绝他 别做什么傻事啊 神光仪式上的话 我们没听见 而且神国有规矩 小辈和长辈约战 做不得数 长辈更不能和小辈约战 玉真子也是沉声喝道 叶臣 你还等什么 把战帖还给这小子 见叶臣没有反应 他甚至都有些动怒了 清赫道 叶臣 你若是还把我当师父 就不要接受这生死战 叶臣 可是他们神级宗的骄傲啊 是能让神级宗的名号 响彻神国的存在啊 即使让整个神级宗覆灭 即使让他玉真子死千次万次 都不能让叶臣出事 只要叶臣还活着 神级宗就永远不会灭 托兰心看着叶臣 那依然无动于衷的模样 眉毛之中闪过一丝怒意 以及浓浓的失望 恨铁不成钢的失望 他一闪来到叶臣的身前 冰冷的翘脸都因为气氛而战红了 对着叶臣大声呵斥道 叶臣 你忘了 你答应过我什么了吗 你忘了 进入神源秘境之前 我怎么跟你说的吗 我知道你很强 很逆天 即便放在第一神国 都是至极妖孽 但白玉皇 现在可是九天神龙殿的强者 那里面的力量 不是你可以抗衡的 你还没有真正成长起来之前 绝不能招惹的存在啊 你接受这生死战 就是去送死 你答应过我 要担负其拯救神国的责任 你连对自己的性命都无法负责 怎么担其拯救神国的责任呢 我知道 你很傲 可是傲也是分情况的 而不是没有底线的傲 那不是傲 那是鲁莽 你如此一起用事 又怎么能成大事 神国 又怎么指望你呢 他说的激动 就连胸口都微微起伏了 玉真子等人健壮 都有些傻眼了 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 图兰心因为谁会如此激动的呀 赵谷 简直都要笑出声来了 有趣 太有趣 他双眼微眯 强忍着笑意说道 叶公子 接不接受是你的自由 不过 他双眼之中寒忙暴闪 声音骤然阴冷了三分 立刻道 若是你拒绝的话 不日 我镇龙殿便将踏平你神机宗 大殿之内一阵死寂 众人都是无比愤恨地看向照顾 欺人太甚 震龙殿欺人太甚 这完全是在逼叶臣了 玉真子再也无法忍耐 浑身气息爆发道 回去告诉白玉皇 叶臣拒绝生死战 踏平我神机宗 我欺真子倒想看看 你们震龙殿有没有这个实力 要战便战 一众长老与图兰心都是齐声道 要战便战 他们知道 神机宗的实力不如震龙殿 但是他们宁愿与震龙殿开战 也不愿叶臣接受于白玉皇的生死战 只要叶臣还活着 神机宗便不算灭了 叶臣却是对着图兰心 玉真子以及一众长老微笑道 兰心 师尊 各位长老 我有信心 况且这是我提的 我自然要赴约 白玉皇选了个不错的地方 我很喜欢 说吧 便是不顾满面恶然 想要阻止的众人 一道神魂波动 从眉心绽放 在手中的战铁之上留下了一道印记 众人见状 眼眸都是一阵剧烈颤抖 面色瞬间苍白 完了 都完了 叶臣牵下了这份灵气 便无法更改了 照顾见状 终于克制不住地发出一阵大笑道 叶公子果然爽快 赵某佩服 真的佩服啊 佩服什么 佩服叶臣的蠢啊 竟然真的就这么答应了 简直要笑死他了 叶臣冷冷地将战铁扔了回去的 带着战铁 滚出我神机松 赵谷接过战铁 讥讽地看了叶臣一眼 没有多说什么 转身朝着大殿之外走去 叶臣叫他滚 虽然让他有点不爽 但好汉不吃眼前亏 突然心在这里 赵谷也不想与神机松的人动手 就在快要出门的时候 赵谷突然转过身来 对着叶臣 以及神机松的一众高层微笑道 哦 差点忘了说了 两天之后 我镇龙殿将在龙岛之上 举行庆贺大典 庆祝我家师尊白玉皇突破 还请神机松的诸位 到时候前来参加呀 说吧 也不等众人回答 便身形一闪 再次将护山大阵击穿而出 众人一阵沉默 现在叶臣已经接下了生死战 他们说什么都没用了 而叶臣却是不以为意 反而目光微闪 冷冷一笑道 庆贺大典 有点意思 玉真子眉头一皱问道 叶臣 你不会想去参加吧 叶臣笑道 参加 当然要参加 不仅要参加 还要给他准备一份大礼 龙岛之上 镇龙殿大殿内 白玉皇正悠闲地坐在主座之上 这时候 殿外人影一闪 赵谷步入其中 来到白玉皇面前 微笑道 师尊 那小子已经接下了生死战了 说吧 将战铁双手奉上